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是常常一碰到 但是还是常常被单字 搞到 所以他有时候觉得好奇怪 我单字明明下了苦功 可是就是常常又碰到 就是他当初 计单字的时候就不确实 也就是说一百年来 我们这个中国学英文这个教育 一开始就错了 可能也是没有教好 有些老师可能也强调 可是大家也没注意 或者没有系统性的 所以我就来做这个系统性的东西 所以这个基本单字看起来问题不大 很多人都在教单字 都教简单 基本常用 很多人都在教太多人 多了不得了 天上的繁星 但这边不一样 我们是教整套的 就像教功夫 你不要花拳绣腿 教整套的 但是有点痛苦 这个你说功夫要学得好 那你不痛苦怎么可能 你说又很轻松 三两三就学会了 天下无敌 那不可能 那你功夫要学得越高 你就越痛苦 像我们这边 有很多基本单字 有些很简单 真的很简单 这个字不难了 当然不难 有些字当然不难了 有些字难得不得了 意识多得不得了 所以它也不一定 不一定规则 所以我们知道系统性 因为它很难去语言 很难去归纳 很难精确的归纳 像American 算是简单一点 那我们就整个看一遍 American算简单的 这个问题不大 Annesia也是简单的 诗意证 这个字有说不好背 是不好背 但是它简单 它就一个诗意证 没有别的意思 就是名词 Hannesty也是简单的 你说不好背 背会了就会了 Annesia它是介细词 所以我们记单字 要记它词性 它不是副词 而且它只能当介细词 所以介细词很麻烦 介细词我们看起来最简单 这个Amount是相对的简单 有的介细词 我好几个词形 好多意思 Amount它除了总计之外 也是相等 这个字也还好 Anphetamine也是简单的字 说这个字好长 是没错 简单 Ample 这个字就一小小的学问 也算是简单 我们一般可能认为是充分的 没有错 它也是广大的宽广的 这两个不一样 这个是指空间 你说我们的食物很够啊 我们准备很充足 这个会用 比如说这个房间很宽广 用Ample 就有些人不会用 Amplifier 这个扩大器 声音扩音器 扩大器 这个也比较简单 Amuse 娱乐 这些 所以这一集就算运气好 算简单 所以我们这边一开始 讲了二几集 不一定 有的时候某一集 你说这一集问题不大 是不大 那这刚好它都很简单 那有人就不一样 有人看了某一集 哇 怎么这一集这么复杂 对啊 就瞎子摸一下 所以有的网友跟我说 基本上没有你讲的那么难 是啊 你刚好看到 比如说你看到这一集 觉得不难 有的网友说 哇 怎么这一集这么复杂 我哪记得了 他刚好看到 中奖 所以每一集不一样 American他 我们记住 他除了是形容词 也是名词 他不只是美国人 是美洲的 所以就每次讲 American 中南美洲 中美洲 南美洲 因为美国 分三大部分 美洲 分三大部分 北美洲 一般我们就讲北美洲 可是中美洲不高兴 从墨西哥开始 多米尼加 哥伦比 我也是美洲 不高兴 南美洲更大 巴西 阿根廷 智利 巴西很大 我这个 南美洲我最大 他说你们每次讲美洲 就讲美国 都不讲我们 可是 American就是讲美国人 就不太讲巴西 什么那些 因为就用他的国名 去讲Brazilian 我们看 这个算简单 形容是美国人的 David Pioneer 是American West Pioneer就是 先驱者 拓荒者 拓荒 Pioneer去拓荒 美国历史 就是从东 往西去拓荒 那个历史 这个往美国西部 就是我们看很多西部片 那也是 那也不是一盘风水 很多人死掉了 被印第安人杀死了 还有自己 被保镖干掉了 保镖一摊财 干掉了 还有自己的内讧 也杀掉了 还有不知道怎么 病死了 饿死了 有些食物就不够 找不到水 就很多饿死 那很凄惨 所以任何国家 在开拓的时候 都很惨 那华人更惨 华人去修铁路 哇 很多被欺负死掉了 还有去挖井 很多人被欺负死掉 所以 所以现在那个 李小龙他遗作 他的一个故事 写那个 就是 名字忘记了 就写那个学类史 华人去学类史 当然学类史 被骗去 当然中国人 自己骗中国人 他也是美洲的 The Science American American Country 这样念在一起 美洲大陆 It's quite huge 非常大 The Size 这个面积 所以 他这也是一次多异 除了是面积 也可以是体积 人的体积 或者这个 国家的土地的面积 这美洲大陆的面积 很大 这不是光是美国 那名词就 一般就讲美国 Do you know any American 你认识 所以这又是一次多异 不见得是 你知道吗 你知道美国 不是 No 认识 所以No 除了知道以外 也是认识 这个 终于在N这边 Anasia Anasia 失忆症 In his little life He suffered periods of Anasia 在他的生命的后期 Later 比如说 五六十岁 六七十岁以后 Suffer就是受痛苦 受什么之苦 Periods 就间歇性的 一阵一阵的失忆 失忆不是全部记不住 也不全部记得住 那看情况 失忆症一开始 就偶尔忘记 你是觉得像我老爸 走之前 一开始 奇怪 怎么有钱都记不起 怪怪的 是不是精神不好 后来怎么越来越多 怎么很多记不住 到最后快走的时候 简直全部记不住 所以失忆症 它是一个过程 在Periods 就间歇性的 所以失忆症 它没办法治 又老化了 到最后全部忘记 没有办法 没办法 就失忆了 但是有的人 他就是 他印象特别深刻 他小时候的 他忘不了 二次大很多老兵 后来失忆症 什么几个孙子 几个儿子 做过什么 都忘记了 可是二次大战 他的弟兄怎么死 哇 记得很清楚 仿如昨日 所以就是 神经 脑神经就是 你越刺激到的 他印象越深 一般 这个你觉得没什么的 他就是慢慢 容易忘记 Hannesty Hannesty 就是大事和特事 The new president declared a total honesty 这总统 总统要大写 因为一个国家 就一个总统 全世界 好多总统 没错 但一个国家 就一个 你不会一个国家 两个总统 有啊 你说这交接 是不两个总统 另外一个是 谢瑞 不算 再做还好几个 他都卸任了 不算 在位的只有一个 就算交接的时候 一个交给一个 那交接的那个 就不算了 他卸任了 所以总统 卸任了只有一个 The new president 宣布 一个 total就是 全部的 我们叫大事 特色是针对 部分的 有一个对象 大事就是 全部都赦免 Emma 他借系词 借系词 最麻烦 但是Emma 这个算简单的 所以我特殊文法篇 这是基本单子 所以我一个特殊文法篇 真的 我觉得 这个奇怪 特殊文法篇看的还不是那么多 可是那个很重要 所以我觉得 如果这个网友 你觉得你自己的英文 没办法进步 没办法进步 不是说你寄的单子不够多 而是 我有寄单子 可是我常常搞不清楚 剧作常搞不清楚 那就是你的文法出了问题 但文法 不是说像外面一般的 我先开始 第一张第二张 不是 我们就挑一些 很实用 常见 那老是搞不清楚的东西 就重点式的 重点式的 功能性的 系统性的 去分析 所以最好 我建议很多人 去看那个 特殊文法篇 那个讯息量比较大 可是它就很复杂 很复杂的东西 你说又三一两一讲 那不可能 那很多学 英文学几十 你要学不好 你说我这个特殊文法篇 我一个钟头之内 把所有文法全部讲 讲透透 然后每一个都会 那不可能 我是功能性的 大家去慢慢看那个 但是那一关要过 有的时候某一集 你觉得讯息量 大家就可以看两次 三次 那一关你过了 就OK了 Aman就是在什么之中 介细词很好用 所以这边 没办法讲清楚 介细词我在特殊文法篇 讲得很清楚 什么叫介细词 零零种种的 She was standing in mind the crowd 她站在人群之中 crowd crowd 除了是很挤的以外 也是人群 所以介细词很好用 因为介细词呢 它后面就跟名词 可以一个字 也可以两个字 三个字 名词片语 它可以随便摆在一个句子 任何地方 当你觉得需要的时候 说我们一般可能名词 摆前面啦 接着接动词啦 接着接受词啊 如果没有 如果是不及乎动词的话 可能接补语啊 或者不接补语 有时候句子写长了 它有一个规则 可是介细词 它比较超脱啊 这个范围 有时候你可以放在前面 最前面 放在中间 放后面啊 就你 你想加的地方 所以这很好用 也是在什么的 陪伴之下 We won't feel lonely If you are in my friends 如果你有朋友陪伴 这就不能讲说 你在朋友之中啊 就你有朋友陪伴 所以它有陪伴的意思 所以我们就是 英文程度好不好 就在这里 就说你认为 它是in my之中 可是 像你另外一个句子 你说它是在陪伴之下 老外就说 老外看得清楚 它没 你除了了解到 是在什么人群之中 在树林之中 你也知道说 在什么的陪伴之下 显然那个句子 看得出来 它就觉得你对 英文的字啊 了解 到一定程度 所以我们这个 英文程度好坏 不是说你认识 几个单字啊 你讲得很快啊 很溜啊 这个发音很标准 那是基本功 那是很好 没错 基本功吓人的 并不代表程度好 程度好 是要深入的啊 你认识一万个单字 跟高手认识一万个单字 不一样 你就认识一万个意思 他可能认识五万个意思 两个差太多了 这就是程度 可是一般人 对程度不太了解 说啊我会 我会 我会讲 我讲得很标准 我就天假无敌 我很厉害了 我英文学得很好 那不是 差多了 amount 它可以当名词跟动词 所以它就有 就有两个词性 所以很多字都有两个以上 两个 三个四个 看到最多有五个词性 一个只有五个词性 目前看到最多 有没有六个 不知道 所以英文程度就是说 例如你看到amount这个词 英文程度不好 他就说 哦我知道 数量 问他词性 我知道 名词 还有没有 没有了吧 他就名词 这个程度就是一般 普通 不怎么样 因为他不知道是动词 第一个人家写 这个amount动词 他可能就卡卡了 第二个他写不出动词 我们就说程度 英文程度 好坏 他是比较深入的 他名词 What is the total amount of sugar 这个我们的家里面 糖啊 糖的总量 数量还剩多少 不够的话 就到全年 加勒福 加勒福是法国的 Cashqo Cashqo的名字就是 他的名字 Cashqo就是降低成本的公司 Cashqo 他念cost 先cost company Company他简写成 CEO Costco 他不是念 R 不是念Cashqo 是Cosco 但是听起来有点像R的音 Cashqo 不是Cashqo 所以像很多人一念到美国 全部卡 全部R R R 那英文就很不高兴 因为英国很讨厌这种音 还有蝴蝶音 英国很讨厌美国的蝴蝶音 还有很讨厌什么都是 都是R 都是卡 都是Cosco Cosco 它是Cosco Cosco 总计呢 这边当动是 Your debt amounted to 37,000 dollars 你的欠的债 总计 总计 你欠的债是 三万七千美元 或者是相等 What your attitude amounts to a refusal 问你到底要不要去吃饭 跟我去看电影 跟一个女孩子讲 那女孩子也没有说是 也说不是 但雇主幼儿园她 然后又很不专心 就说 算了算了 不吃了不吃了 你这个虽然没有拒绝 但是你这个态度 就是不想吃 算了算了算了 不吃了不吃了 Amount 相等 Amphetamine 叫安非他命 这个句子忘了 那就算了 没拒就没拒 Amphetamine 安非他命 这个字不好记 可是 简单 它就一个意思 安非他命 Amphetamine Ample就是形容词 它就一个形容词 它词性简单 它一个是充分的 一个是面积 空间 很宽广 There was input time to get to the airport 就是 我们还有很多的时间 可以到机场 有一个是紧张说 哎呀 怎么还不去 其实还用三个小时啊 旅行社说 两个小时前到就可以 其实常出国说 我去你的两个小时 一个小时就很够啊 为什么 这个又不说了秘密啊 就是旅行社航空公司啊 都串起来了 两个小时以前到 当然第一个 他怕你有了误点 这是好意 没错 另外找到干嘛 就shopping啊 你会无聊啊 去啊 去免税店买买东西 要你买东西 要你早一点去 讲三个小时太早了 两个小时 你说还有两个小时 干嘛无聊 对对 坐在那边睡觉 睡不着 要出国去玩 很高兴 哎呀 出国一定带钱嘛 去去 民粹商店去逛 所以他这样早点 去买东西啊 当然 这个 一般旅行团就喜欢 然后出国会带你 哎呀 来来来来 这边是一个 很有名的东西 这是shopping团 所以真的有钱呢 他就跟导游讲 我们团费高一点 没关系 小费都给你 但是不要小费 讲清楚 如果你带我们小费 以后再不找你 广大的啊 因为理议社付他们的 这个导游的钱啊 地赔啊 导游领队钱 不是很多 所以他们必须要靠这个 这是一个生态啦 但这样子不好嘛 这个很糟糕 广大的宽敞的 The house is an ample study 这个 这个房子有一个 很宽敞的一个 学习的东西 不是 有一只多一 study就是书房 所以 有些人说 我单字背很多 你问他 study什么意思 啊学习啊 当然名词呢 名词应该study嘛 这个study是动词啊 它叫卡住 你不是背很多单字吗 会很多 是啊 我背了一万个单字 可是study明明就动词啊 是你写错啦 你笨蛋 不是我笨蛋 是你笨蛋 你去尝到字典 它是书房 amplify 扩音器 the amplifier and the stereo is powerful enough 这扩音器 扩大器 我们叫扩大器 这音响啊 很大啊 就是比如说家里的 你买个一百瓦的 哇吓死人了 那演唱会等级啊 一般家里的用个三四十瓦就很够啊 结果我们这个买了一个四十瓦的 五十瓦的 很够啊 很够大声 你根本不要看全部了 你看三分之一就吵死人了 amuse 动词 也算简单了 娱乐 I often amuse myself with reading 这个喜欢看书 我喜欢看书 我这个一般人看书痛苦 这个我不一样 我看书是当做娱乐 amusement 这名词啊 动词是amuse 它的名词 amusement 采一于清 所以这个名词啊 这是我十五个YouTube频道 这个应该写出啊 因为这个YouTube它是应该大写啊 以后再改啊 大写 然后Tube 这也是大写 我们这个写习惯就 这边就不改 以后再改啊 它是大写啊 所以它word 下面会给你弄红色 表示有问题 所以我这个十二个功能性最重要啊 是精髓 所以我建议大家多看啊 多看这个 先看这十二个 当然看你程度嘛 你程度如果普通的话 你就看看基本单字篇啊 简易表达篇啊 常用绘画篇啊 正确发音篇 如果你想要突破 想突破你就看一字多一篇啊 这个知识阅读篇啊 特殊 尤其是特殊文法篇啊 这些 如果你要考试的话 你就去看看啊 因为测试篇啊 这集就要这里